深程指跌于2%创业板指尸首3000点 于4200股下跌 网易财经1月25日讯 早盘大盘震荡下跌 三大指数均下跌超1% 互指尸首3500点整数关口 为去年11月11日以来首次 盘面上仅少数防御类板块表现活跃 黄金 旅游 军工等板块涨幅居前 其中旅游板块西安旅游等涨停 军工板块中观想科技20厘米涨停 数字货币概念股大幅走低 华明智能等跌超10% 股后指数继续走低 截至目前 深程指跌2.11% 互指跌1.92% 创业板指跌1.93% 失手3000点 数字货币 云游戏 煤炭等板块跌幅居前 贵金属 国防军工 机场航运等板块涨幅居前 整体看 两市可股跌多涨少 于4200股下跌 军工股逆势活跃 国泰军安研报指出 进入十四五 国防军队建设坚持以占领舰 强化创新驱动 加强战略管理 巩固和发展军政居民团结 依据以往经验 预计十四五规划将循序渐进落地 2022年板块利润表与现金流量表或持续改善 军工行业或将具备显著比较优势 旅游餐饮板块再度活跃 东吴证券预计后续入境防疫政策 将不再一刀切 科学拟定入境旅游签证政策 将促进入境旅游逐步恢复 同时 我国将提升入境旅游服务质量 细分重点 新兴和潜在市场 紧扣境外游客需求和消费习惯 优化旅游景区 酒店接待服务 完善旅行社 导游服务 提升入境旅游和体验 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的时间窗口把握机遇 吸引国际旅游需求 中国旅游消费市场将逐步回暖 我们认为将带动国内文旅 酒店免税复苏 优质标的业绩弹性充足 具备布局价值 具有自身运行节奏的A股市场 短期受到外部因素干扰 对于当前市场 中金公司表示 未来伴随稳增长政策持续出台 前瞻指标可能改善和经济增长逐步企稳 市场情绪也有望修复 风格方面 稳增长仍是未来的阶段主线 成长风格大幅杀跌空间可能相对有限 稳增长风格可能会持续到一季动物左右 海通证券表示 过去20年A股春季行情从未缺席 稳增长政策背景的春季行情如2012年 2014年底-2015年初 2019年 稳增长型春季行情的共同特点是 先价值后成长 早期护身300和国政价值领长 后期创业板指和国政成长领长 这次稳增长政策明确 春季行情背景位四前三次 价值和成长有望文番表现 如低估的大金融地产 和新基建的硬科技 对于近日市场走势 国城正确指出 临近春节 A股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扰动 和长价钱消息面不确定性影响 增量资金入市动力不足 调整一段时间的A股 仍呈结构性行情特征 市场情绪低迷 随着更多稳增长政策出台和见效 春节或成为市场重要阶段性低点 节后随着资金回流股市及悲观情绪修复 指数有望重回升市 投资上建议保持成长和价值的均衡配置 操作上 在市场有效向上突破之前 仍要控制好总体仓位是1DC 稳增长将成为驱动市场运行的主要逻辑 关注建筑建材等传统基建 以及封电光伏等新型基建 建议结合业绩性价比 适当布局数字经济 元宇宙等主题板块 方正仲见表示 从近期北上资金镜流入方向看 资金主战场正在向互视转移 挖掘低位 低价 低估值的3D蓝筹股投资机会 将是机构资金寻找牛市上半场 为数不多的投资金矿所在 从盘口特征及技术特征看 大盘处于底部 低点附近 为了后世细赚指数又赚钱 以3D为投资对象 既是攻防兼备的阿尔法策略 也是具备贝塔空间的投资方向 操作上 走中庸之路 行3D之理 逢低关注金融 国企改革概念股 信 西技术 智能汽车 蒙铃沐鱼 影视传媒及3D底部股 回避三高股及退市风险股